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打造的一个每周五给大家直播的一个节目 然后主要专注于区块链加密世界的一些火热的话题 然后一些行业见解等等 然后我们先让嘉宾来自我介绍一下自己吧 All right 大家好 我是Chris区块链先生的founder 那我主要呢就是拍这些区块链视频 跟进行各大的这个项目的社区 然后我已经拍这个区块链视频已经拍了三年了 然后每周大概拍三到四集 然后每周也跟Chain Berker Win Crypto和练文来做这个podcast 大家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 嘿 大家好 我是来自练文的潘志雄 那这个我就直接聊吧 对 今天其实想聊就大概聊一聊 九月这个九月的这些事情呢 挺有意思的 我们做一些简单的统计吧 就是看到了就近四年 其实每年九月还是都会遇到一些比较大的这个跌幅的 特别是从怎么说呢 我其实也是从2017年开始进入这个行业 然后17年的九月四号其实还是挺重磅的 那天好像是中国的一个央行发了一个文件 对吧 然后是联合了各个部委 这个各个部门就一起来联合抵制 这个数字货币相关的一些事情 然后最终就导致了这个各个交易所 对 就要么就关闭了这个法币出入金的通道 然后呢 要么就直接就关闭了 包括其实最早的这个国内最大的两个交易所 那个云币 还有一个是比特币中国 都在这个阶段 其实就不怎么运营了 然后停或者停止运营了吧 对 然后这个统计其实也就扶植起来了一个新的交易所 叫币安 币安也就是差不多在这个时间点 因为切入了这个USDT的这个交易队 然后迅速就崛起 然后直到现在为止这样的一个一个 现在行业非常龙头老大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对 所以币安也其实也是 依赖于这个风险而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所 那那个时候其实对于国内的很多用户而言 早期其实比特币在国内也都是用人民币来计价的 然后就是在94之后呢 其实大多数人就已经用USD来计价 特别是当时USDT也趁着这个机会做了非常大的一个 就是被默认被大家采用了一个定价的一个货币 特别是对于国内来说 对 所以这个USDT就变成了各个交易所的一个锚定的一个货币来计价 然后呢 火币和一些其他交易所就在去掉法币通道之后呢 就只做了OTC交易 所以对大陆来说只能点对点交易或者是场外交易 在通过火币这些来业人对人之间的交易 那直到目前为止也是国内可能是绝大多数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渠道 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其实我倒不记得18年19年20年发生了什么 但是17年的确这个影响还挺大的 那天跌去了多少我已经不太记得了 但是就在那个跌完之后的没没一到两个月 这个比特币就通道了当历史最高 然后也持续了两年三年 所以对我就先分享这些吧 我觉得最主要我认为每年9月尤其可能从这个94事件后啊 这可能比较著名就是17年了 因为我本身是第一次买比特币的时候是2012年 然后我有说不记得是2012还是2013 但是其中那一年我第一次买了Bitcoin 然后呢我就会记得就是每年大概就是9月或12月的时候就会来一个这种Flash Crash 那这种散崩的现象 然后当然每年它都越来越高嘛 只有只有一次是来到高点后然后低潮很久 那其实每每每大概每两年的时候感觉每两到三年就会有一次 然后中间就熊市的时候就感觉大家好像完全遗忘了这个 啊比特币哦 那因为我拍视频啊最早在脸书上面啊发视频是17年的时候 然后YouTube其实18年开始就有视频了 所以所以就我在这中间就经历了这啊一次的熊市就是在啊 这个17年要啊要开始之前就是16年底17年那时候基本就是完全没有人在看了 然后但是开始出现一些东西那就是ICO对像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ICO叫Status哦 一出来的时候就很疯狂然后就出了一个地址就叫大家打钱到那个地址了 然后会有那种gas fee 设定啊然后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OK好那记过去 然后呢过没多久可能结束后就会收到币了那时候也没有所谓的这种解锁期啊 锁仓期啊没有就是一个ICO就赶快寄钱过去就对了这样 然后开始呢那是3月4月5月呢啊ICO就开始很疯狂那整个17年呢就疯狂到就是所有的这些 呃交易所啊都是那时候都没有让规范了都是可以法币入境的结果9月的时候呢就出现一个消息啊就是说OK 就是啊这个中国这边要开始封锁这个比特币入境啊还有法币入境这些还有很多交易所都被关掉了包括台湾还有各国啊都开始有这个消息了 那很快啊啊这个币安呢还有一些交易所就算是那时候开始崛起了就是这种币币交易这样就不再对什么啊RMB也不对USD就全部都是对USDT我记得我在15年14年看 USDT的时候那时候USDT的流通量还不到100万美金非常非常的少那当然就像刚潘老师讲出现历史新高就比特币一路冲到1万多美金嘛 然后以太币也冲到1400那后来呢就是开始一个瀑布式的暴跌了就是因为啊当时很多这些攻略啊其实都没有什么用途也没有人在上面建立任何的产品包括以太坊其实也没什么产品了当时的Maker Dell啊 那时候的币流通也不到100多万美金大部分人不知道智能合约怎么使用散户也不会知道就说我可以抵押以太币来生成币然后币可以到哪里 基本整个DeFi现在拥有的概念都没有啊然后18年呢就我们一路看这个各大项目的这个幻想破灭啊然后就开始一路暴跌这样 然后开始大家就是去玩期货嘛那在9那一年的918年的9月呢又再出现一次就是各大的这些因为经历过这个ICO 那ICO当时呢就很多人在打广告嘛不管是在脸书上Facebook打广告或YouTube上打广告Google打广告假的广告真的广告什么都有的 所以在18年的时候呢这个Google呢还有像是很多的这个Facebook呢都开始禁止币圈相关的广告 然后就真的就从熊市里面打入这种寒冬了就大家就是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吵 我真的基本上就是所有我们看到17年的那些ICO相关在18年基本年底基本就是没有人在管了就死了差不多 那那时候其实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币圈呢你要这些币都要上交易所其实都要付个费用 然后需要有这些legal opinion啊这些法律的这些证明啊才有办法 然后其实非常困难所以说呢这个市场某方面被一些不必要的监管跟交易所呢给限制住了 那我记得那时候还出现像FOMO3D哦FOMO3D算是早期的这种去中心化的这种 我觉得FOMO3D某方面有点像DeFi哦就是那时候就是一个很疯狂就大家觉得也可以买个券啊这样 当然它也是一个PONSE的设计哦但是呢它让就是算是一个早期的这种概念 所以你把钱丢进去然后呢只有可能你越早丢越早可以获得或是还有referral之类 所以虽然早在18年底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好像可以用的一种这种app这样 然后呢19年的时候呢就开始也是也是就是变得实气沉沉的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大部分项目啊我去因为我那时候也一直在做视频嘛 然后大部分项目我去聊的时候呢他们都很很乐意啊就是那你去帮他推广啊做社区啊 那那时候呢大部分项目也没什么钱啊像现在项目都领愿给U不愿意给他代币 那就他代币会涨很高嘛当时的项目就是不给不愿意给U只愿意给代币 宁愿给双倍或三倍我有看过这个现代粉丝已经是top100的项目 top50的也有就是我当时帮他做社区然后拍影片教学写东西 然后呢啊他们就是比如说可能要给500美金的酬劳 宁愿给5000美金他自己的代币也不愿意给500美金酬劳 因为他自己的代币比较多对然后像是当时的这个SynCatrix啊 那时候不叫SNX叫做Haven然后他出现了 然后可以用这个SNX抵押生成SUSD 他当时的超级抵押基本是八倍代表说你放800美金 你才能生成100美金的SUSD 然后开始DeFi的一些模型出现了 然后呢Unitrop的第一版本也开始问世 然后呢开始大家会去想着用Maker Dell的这个代 但是在2019年的9月因为我们今天都在讲9月嘛 又又又象征性的开始这个出现这个暴跌的现象 那当时其实啊市场也也也没有什么特别怎么样的一个消息 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就是啊那时候又就是不管美国国会啊 或者是就是啊就是18年过来这个熊市大部分的ICO很多被告 就是那时候SynCatrix开始我记得按键数达到100件吧 就是所谓的非法募者那那时候就很矛盾 我觉得对开发者和创业家来讲是一个伤害 然后呢对这种委屈当时就有一句话就讲说很多投资者是委屈中心化 就是哎你愿意你去中心化区块链的名义去投资一个项目 但这项目如果没做出来或币价暴跌 你又用中心化的方式去去告他这样子 所以就导致很多的创业者呢就信心大解 这当这当中当然有很多创业者是不好的或是假骗子吧 对但是呢对于这些正派的科学家来去做产品 当然可能他不知道怎么把币价抬高这些就受伤更严重 所以呢其实我当时参加不管新加坡大阪的这个 欧萨卡的这个Defcom的时候呢 跟很多的创业家聊的时候他们都说 就是ICO那时候啊就很多散户投资者就是来投 然后感觉要这样帮你后面就是要投你这样子 币价不涨就所以开始大家就对不管就是那种 大部分散户投资者的印象就很差 那当然19年就开始因为这些SEC 还有各种的这些攻击呢又出现一个 就是一个我觉得就算蛮跌蛮大了 我记得19年8月的时候当时最高点的时候 涨到差不多1万多美金左右 然后呢这个12月的时候呢就9月过后呢 就大概跌回7、8千这样子 然后比特币啊这样子 那那这我觉得也是酝酿出 或者是这种这种法律就是法官级来信 他可以开始匿名然后不用开个公司就可以快速的尝试 那就大大的体现出整个区块链的这种奥义 有这种去中情况奥义 然后让大家可以快速的去开发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呢那时候UNISWAP V1也完整版出现 然后让大家可以去把自己的这个整个产品 去币价呢上到这个UNISWAP上面 就不用再去仰赖这个币安啊 或者是其他这些大型的交易所说 哎我想要那个需要你的这个Legal Opinion 我需要有你的公司地址之类 他们就完全不需要 但是在2020的时候呢 也有出现就是3月的那个最大跌嘛 就是那时候疫情的关系 但是呢这里面唯一就是我们要讲每年9月大跌 唯一没有发生的就是在2020的DeFi Summer 因为2020的DeFi Summer就是整个就是 You know一路就是没有停的冲到了这个 这个4万美金 当然它在2月的时候又回到2万多 但是呢在DeFi Summer基本上从9月一路到现在就就没有停过 那那这中间就无限的可能性都出现了 所有的创业者都冲进来做自己的产品 所有的这些Engineers都进来FORP复制各种产品 然后呢所有的这些投资者呢也开始 四五季当然参加各种的这个IDO 不管是在PokerStarter Dell Maker或是Bian的Launchpad 所以呢就很多很多的资金进来 那当然1月年初的时候2020年初的时候就重量级的这些投资者 就进来像这个Michael Berry啊然后这个Elon Musk都公布说 购买比特币我只有比特币了 所以这大概是我想分享的一个快速的 我个人觉得就是每年它其实到年底的时候都好像会有一个 就大家觉得会好像很累 那我觉得今天为什么想讨论这个议题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主线市场就是Primary Market常常会感觉到 就是像是我觉得五月的时候整个Primary Market就是感觉好像很没有力 就是想要发力但发不出来的感觉 然后呢那时候市场就很Froffy 就是感觉好像很不稳定 然后但是那五月那时候就这样子 然后六月的时候就开始算是第一次的雪崩式的这种大跌吧 然后基本上那时候Solana上面也没有任何的所长量 然后大部分的这种DeFi也开始有点就是没有什么病爆点 那这一次的NFT Summer就又把整个量带起来 包括像就年在Solana上面Degenerate 8 就很多人就是为了这个NFT来上到Solana上面 但是同样的我觉得市场很多时候感觉很Froffy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两种一种就是大家好像很累 就是整个从DeFi上面一路到现在 就会觉得累到底还有什么病爆点 就是可以让这个市场就往前走 然后第二就是说其实感觉好像该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不管是Elon Musk买啊 或是那个各种B上到Coinbase或Coinbase上到NASDAQ这些 就是感觉everything都 done了 然后Primary Market就开始 很多项目就会说好像募不到钱啊这种感觉 那那就在5月 然后结果6月5月底6月初的时候就真的出现一个crash 然后呢8月的时候又回来 然后这一次又感觉好像每个项目估值又开始分 就是当你觉得是牛市的时候 很多项目估值就会非常非常高 这大家在IDEO上也可以看得到 但是近期就是9月的时候 又感觉市场变得很frappy 就是有一点就是 就大家好像觉得到底下一瓶爆点什么 有人说gameby 但gameby感觉也过了 所以今天就想要讨论这个议题 就想说 就是9月或到12月 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往前push 然后让Bitcoin可以 you know maybe破10万美金 我不知道 但是或是还有什么引爆点 所以就跟很多不同人讨论完后就感觉 好像没有那么多的非常新的一个东西 可以让我们再往前push更多 很多现在发生的事情 其实之前都发生过 不管是Solana 现在就是完全跟polygon上发生的事情一样 只发生在Solana上面 然后多了很多钱 但是它的整体所长量并没有多非常多 所以就有点像是一个泡泡 那同样的polygon上的交易量并没有 因此而变高 同样可以验证在Phantom跟这个BSC上面 所以就会让人觉得说 是否我们现在只是完成了 只是2月3月的这个攻链的这个 就是我们所谓的复制大军 就是这个Clone Army 像Star Wars一样 就是所有在以太坊发生的事情都在这些链上发生 但并没有因为是一个特别的链而出现一个新的创新 所以就让人会觉得说 我们这次的9月没有像2020年的DeFi Summer 只是一个NFT Summer 而且很短 专专业 然后他们的项目也都不是非常的成熟 以及参与的人呢 也其实都可能是以散户为主 然后到后面慢慢的行业也变大了 变成熟了 然后合规的东西也变更多了 然后慢慢的更多的去中心化的一些项目啊 都出现了 然后再加上专业人士的介入 以及机构的介入 然后大家都越来越懂行 越来越有信仰 然后真的有一些Dapps我们是可以去用的 然后还像你刚刚提到一些GameFi啊 NFT啊 这些非常基础的用户 都是可以去GAP参与的 然后那潘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你觉得接下来的一个 接下来的行情下一个引爆点会是什么呢 对我不说行情啊 对我说引爆点 就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在这个DeFi 去年DeFi的第一波 我觉得以太坊可能分这么几波啊 就是18年 其实17年到18年 是以太坊探索了智能合约 在融资这件事情上的一些用途 那时候大多数的智能合约 可能都是用来作为ICO啊 或者是做融资这种用途的 它目的比较简单 那18年中呢 我们遇到了一个新的场景 就是这个游戏 就是加密猫 他探索的NFT 和以太坊上的游戏上的一些应用 那到了这个19年开始慢慢的有一些DeFi项目了 20年年中才是这个 DeFi爆发的这个第一个应用场景 对DeFi是一个很大的场景 但是以太坊不够用 所以这DeFi只能在一些偏少数人的这个这个这个才能用得起的这个一个场景中 然后到2021年呢 NFT也其实到了这个这样一个阶段 就是NFT也也是一个热点 它有各种各样的无论是从这个视频音频文字或者是玩法上的一些创新对吧 能吸引到很多人 但它还是一个偏少数人才能玩得起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觉得从下个阶段啊 我比较看好的其实是一个是就是怎么说呢 DeFi的更复杂的一些DeFi的衍生品 比较好用的DeFi衍生品 当然它的基础肯定是当你这个这个Layer2或者一些扩容方案能更成熟一些之后 所以大家能这个能比现在能玩得起DeFi这些人的数量 其实可以再增加10倍 更多人能玩得起DeFi 对很小额的玩DeFi 我觉得这是一个一个可能点 还有可能点就是更大的一个话题啊 我觉得就是Web3吧 对因为那个Web3比较广义 但是呢 就我们能看到一些崛起的 我说的Web3肯定不是不单止那个波卡所所 波卡它这个Web3基金会所所做的这个Web3 而是更广义上的一些Web3 就是我们更多的这些应用 或者是这个各种各样的原来Web2世界的一些应用 可以通过Web3的一些组件来实现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一些业务放在区块链上做 把一些存储放在Web或者Fallocon上做 然后呢可以把一些去中心化的一些募资 对吧 募资也能做 然后身份呢 其实有一些应用也可以 那我们把这五六种应用呢 把它组合在一起就可能是一种新的应用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啊 一个例子就是Mira Mira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Mira它是可以Mira.xyz 它就是把那个以太坊的EOS域名和这个Web结合起来 做一个媒体和这个个人用户的一个文章和那个募资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用途的一个平台 它就很纯粹把一些组件搭起来 它就是一个应用 对 Mira.xyz也是说资本海外资本热捧的一个项目 还有几个例子啊 一个叫Radical 它就是希望把这个以太坊这些域名系统和以太坊本身坐在这个程序员做这个GitHub 去中心化的GitHub上 对 就是程序员之间的代码的协作啊 就可以通过更去中心化的方式 它就是这种就不是偏金融类的应用了 可能就真的是Web3那种 Web3的应用 Radical也是个比较好的例子 那最近我们还看到一些啊 国内有个团队 所以我觉得他们做的Web3的方向很有意思 他们叫E-Sign E-T-H-S-I-G-N 他们呢就是做签名电子签名类的场景 对 就是把以太坊 因为以太坊地址本身就是有签名的功能的 那我们把以太坊签名作为一个用户授权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授权什么呢 可能是一份协议或者是一份劳务合同 或者是一份什么什么线下的一份东西 或者一份线上的东西 然后当用户签完名之后呢 对 它可以做一些 他们有个叫small agreement 就是把它的这个条款变成智能合约化 它的条款会自动执行 对 这些流程打通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一个Web3应用 还有个例子很有意思是 前段就上周吧 我们另外发了篇文章 我们来解释一个叫glass.xyz的项目 glass.xyz 它就是一个视频类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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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Web3的一个场景的应用 那它就是把这个Web所存储 他们用了Mason做这个CDN所分发 然后呢 还有用Livepeer做这个视频的一个压缩 这三个组件其实都是这个 区块链和这个通过区块链来驱动的 对 它就可以把这个视频从募资 然后到视频的那个压缩 到视频的分发 然后视频的存储 可以把它全部都打通 就是把不同的组件把它整合起来 对这些应用我觉得会越来越多 所以说从这个下个趋势 我觉得可能这个非Defi的这个Web3应用 可能也会是有非常多的一个 分长空间 对 对我们也差不多这个看看大家有没有 什么这个问题 我们也聊 有没有要分享自己在熊市的Soft Hand经验 对 有没有人分享一下自己那个 或者是躲过一劫的经验也可以 就不一定要分享亏钱的吗 也可以分享自己没有亏钱的经验 我来分享一个 一个很短 我跟你们讲我的手有多Diamond Hand 我在 我第一个以太币买的时候应该是 应该六美金还是三美金 然后呢 然后我一路看它涨到一千四 然后我从来没有在一千四 我一千卖掉 然后也没有在七百卖掉 然后结果呢 我真的卖的时候它跌到一百的时候呢 然后就卖了一些些 然后我就一路又看它到现在四千 然后这中间呢我基本上还没有卖掉 我买了就不到一趴卖过吧 然后我就一路看它就是从一六年这样子 对一六年 然后呢一路到现在四千块 然后我唯一现在有卖掉它的地方呢 就是呢拿去买NFT 在这之前呢我从来没有卖过我的以太币 我就把它抵押在Compound上面 或是其他地方还赚年花率 我从来没有卖过它 然后很大一部分都在我的冷钱包里面 然后我近期动我两年没动的以太币 就是为了去买那个石头 哈哈哈哈你的石头 高石 那你的石头成本 那你的石头成本很低啊 不是那你的石头成本很低啊 对我在高点呢 我拿了 哦对成本石头 但是我后来买那个Punk啊 那些啊 ABE啊 全都是用以太币 然后就开始去 去找我的冷钱包 把我以太币转进来 然后就开始 开始去买了 然后可是在那之前 我从来没有动过 哈 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NFT这个魔力很恐怖 就会看到自己的朋友也有 然后就问自己 哎呀自己不有不行 对 这就是我的Diamond Han故事 其实是一个不是真正Diamond Han的故事 哈哈哈哈 OK 对 我我我我我 怎么说呢 我在那 有次我也到没有 没有怎么 没有动过 但是以太坊的确我是 怎么说呢 没有理解他 我觉得我我一千年的时候真的是没有理解他 对 那时候的确比太坊还是比较便宜 可以发言啊 Alvis你要说吗 Alvis 请发言 给你一分钟表演的时间 请开始你的表演 听不到你的声音 啊 你不需要表演啊 他要表演 哈哈哈哈 好 等你三秒 错过了就不行了 对 今天因为 我我刚刚 我刚刚那个 我刚刚发现 我的麦克风没有打开 对 好 我有个问题想想问一下 Chris 我们如何度过延东呢 因为按照我五月份的经验 我是这么度过延东的 一 我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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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把一部分 我觉得我会亏掉的钱 全部 捐给了 Gitcoin 然后呢 我又把一部分 我觉得还会 随便乱玩的钱 扔给了 Moon River 对 然后 谁知道 他就在 最近 因为我带了 一下子就瞬间回血了 瞬间回到了我 519之前 两倍的高位 对 所以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说 我们如何度过延东呢 支持开发者 支持开源 那你怎么 你怎么发现 Moon River的一开始 我是看Chris的视频 他 他特别的看好Moon River 因为 因为Moon River 什么 这才是重点 因为 因为你知道吗 度过很多重点 就看我的视频 对 因为 因为Moon River 它是以太坊跟波卡 两条链的平行桥 所以它的潜力是 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大家如果要渡过寒冬 一定要去买Moon River Moon Big 好的 我的 我今天的演讲 到此进去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 大家注意这个 不作为投资建议 今天所有说的代币 跟所有说的项目 都不作为投资建议 我们今天只是来 分享一下 或者大家可以加一下 Alvis的好友 如果亏钱了 可以找他 还有其他的小伙伴 上来分享吗 如果没有 我们今天可能会早点结束 今天大家有点事 Chris有点事 所以我们今天早点开始 早点结束了 我们可以早点去过节 对 在大陆这边 明天要上一天班 对 明天我们还要打工一天 对 Oh yeah 我 我 我从来都没有熟悉 我 我还要再拍两个视频 你是 self-employed 自虐 我是自虐 OK 好 那我们今天 就很开心 就用一个很快速的时间 讨论一个比较简单 无聊又不无聊的议题 那下周呢 我们就又回去 就是一样一个小时的活动 然后当然又会讨论 就是比较技术性和重要的一题 那这边我觉得就是 Chainbreaker WinCrypto 练完 和去外线祝大家 有个美好的一个weekend跟节日 谢谢大家 好 大家都有点乐 拜拜 拜拜 拜拜